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针对这张资料表 我们大致上已经清楚的知道了 它的一些消费的行为模式 那我们应该很关切的第一件事情 它跟我们公司的密切程度 什么叫密切程度呢 它是不是每月都有跟我们往来 所以我们就先不要看多 我们就只看第一家 X银行这一家 它跟我们的一个销售往来是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去画出 这个资料图好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应该是要去看说它跟我们购买的销售额 然后因为我是要去看什么 各月 既然是各月的话 我们是不是用建档日期 然后往下来去展 我不喜欢聚集在一起的数值 我宁愿看得更仔细一点 像这个是不是 2008年1月上一格 这边是不是看到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客户 我们的一个客户 所有跟我们的销售 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想要看这里面的一个X银行 它跟我们的销售情形 这张图应该没问题 这边这是1月 2月 3月 好了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想要去做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对不起 空白地方点一下 交叉分析筛选器 选什么 客户名称 然后接下来呢 这里面的一个排序的方式 我们先不管好了 我们就只先看金插证据 金插证据 插引号 在哪 上一个 插广上面的 在广按 在这里 好 插引号 请问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是不是每个月都跟我们往来 每个月都跟我们往来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看 那个第二名第三名 一词类推 那我们现在随便看一个中叉月 是不是稍微注意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是2月3月4月8月 可以看得懂 它就不是每个月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随便挑一张 所以我只要告诉各位 在这个地方 这是1月2月3月7月 都是有跳的 好 我们先不这样看 首先 我只是希望说你们先了解一件事情好了 这边有两张图表 一张 这张图表应该会做 画出什么图 画出所谓的一个资料表 然后这一张的话就是各月的一个销售的情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找出很多很多的一个客户的名称 然后去勾选看你是要去看什么 比如说这一家还有这一家 你都可以用Ctrl键来去控制 看你要不要多选几家 好 多选几家 那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 请你们先做出这两张图 谢谢大家 谢谢 Pictures fui